寂静的边陲小城 那女人出现了几个 船夫 女人 面包车 边境线上暗流有洞 这两个女子必定是在逃避一些什么东西 出租屋里的诡异味道 原自何物呢 一股很刺激 又大有点香味 香味的味道 谜底解开 美丽时事背影 真相不判而历 稍后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越过边境线的女人 云南省瑞丽市是一座美丽的边陲小城 小城西部瑞丽江缓缓流过 江的对岸就是缅甸的西北部 这里和瑞丽仅一江之隔 经济却相差深远 因此经常有人从江对岸的缅甸 偷渡进入我国务工 一年前的五月十日 边防武警在一次打击偷渡的行动中 一个船夫无意中说出的一件事 引起了侦察员的警觉 船夫说 这两个缅甸女人从不和她还嫁 每次都是很痛快地上了船就走 两个人在船上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偶尔打个电话 说的也是神秘的暗号 这两个女人都是三十岁左右 穿着缅甸紧坡族妇女标志性的长裙 给船夫留下深刻印象的 是其中的一个女人 她皮肤白皙 长得非常漂亮 一般看常规来说 一辆合法的 不管这是车辆 还是中国车辆的话 都应该从正规的出境口岸 进行出境 然后他们选择了这个一个渡客 这辆车要通过船工 把车开到渡船上去 然后摆渡 然后才入境 所以这个点 是我们引起的这个 重点的怀疑 更让侦察员感到可疑的是 选择从这里偷渡入境的人 几乎都是想来中国误辱的缅甸男人 经济条件比较差 可船夫却说 驾驶面包车的两个女人 从穿着打扮来看 更像是有钱人 在边防武警的眼中 这些可疑的蛛丝马迹 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 他们加强了对渡客的巡查 不分昼夜的监视的江面上的一切 五天之后 那辆神秘的面包车 不泣而至 入境以后 开上这个案来之后 我们确定是两个女子 从这个穿着 这些皮肤颜色的 还得到实际里面 面包车上案后 侦察员迅速开车 观察着她的动向 一路跟踪 面包车开进了一条 狭窄的巷子 松阳 松阳 路面车辆已驶入 陈农山是否跟进 走走走 一直跟踪 就寄下车各个入口 我们发现这个 29号这个线 比较窄 道路上只能寄一辆车 这条巷子 是一条死胡同 面包车要去的地方 应该就是巷子里的 某一间房了 可到了巷子口 侦察员却停了下来 因为目前警方对两个缅甸女人的情况掌握太少 贸然跟进 很容易引起他们的警觉 所以警方决定按兵不动 暗中观察 半个小时后 面包车从巷子里驶出来了 小车小车 目标车辆已经驶出区域 驶出区域 租营地 让侦察员意外的是 面包车并没有再开回来时的渡口 而是驶向了中缅之间合法的出境口岸 这个举动更加让我们有其的怀疑 因为它入境的时候是从一个非法的渡口 而后又从合法的国家机的口岸出境 这两个女子必定是在逃避一些什么东西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长相清秀 皮肤白皙 身着长裙 这样的缅甸女子就像边境风光一样 让人赏心悦目 但是在边境线上的这两名女子 她们的行为却显得非常的神秘 她们很费劲的把一辆面包车 用轮渡的方式偷运进中国 却只是开进了一条巷子 只用半个小时的时间 她们就出来了 然后再正常的返回去 这一切行为背后藏着什么秘密呢 那辆面包车上是不是真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呢 很多疑问等待着警方去解开 侦察员调取了口岸的出境记录 驾驶面包车的女人名叫段碧 今年30岁 缅甸景坡族人 她应该就是传扶口中 那个长相清秀 皮肤白皙的女子 随后侦察员和缅甸警方取得了联系 对段碧的情况大致有了了解 段碧这个人战胶乌农 有一个三岁的小孩 她老公战胶也是乌农 然后交替条件 对关系反应还是可以 心法上比较富裕 面包车上的另外一个女人名叫马云 今年32岁 也是缅甸景坡族人 他们驾驶的面包车悬挂的是中国牌照 起初警方的思路是以车找人 车主信息很快就被查出了 她叫包红文 是瑞丽本地人 但在仔细一查 一个让人意外的情况出现了 包红文早在五年前就因病去世了 那么这辆车怎么会到段碧和马云的手上呢 警方了解到 包红文的妻子是缅甸人 丈夫去世后 他就回了缅甸 包红文的妻子和段碧他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警方也不得而知 他们认为要想解开谜团 还是要从面包车停留的巷子入手 人民路29号附近都是免急务工人员租住 里面的人比较多 中国人在里面进出的话 很容易引起他们的怀疑 所以我们决定就是以盼子所公开炒击的方式 对出租屋进行清查 当天对巷子里出租屋的清查 一直从上午持续到晚上 最后只剩下一间屋子没有查到 因为这间屋子的租户 一直没有回来 这时 清新的侦察员透过窗户闻到了一股味道 一股很刺 很刺饼 而且又带有一点香味 香味的这个味道 当时我们就感觉这个味道很熟悉 让侦察员感觉熟悉的味道 来自这个小院的这间屋子 第二天 这间屋子的租户还是没有回来 侦察员找到了房东 你这个宿租房里面住着什么人你知不知道 这一间房间是住着面里的 好像是你的 这个你的在里面住的 对 当然是多水特发城城的 你仔细地看一下这里是永远 那个在那边住着住着那个人 那个人 你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吧 8号 不出所料 这间屋子的租户正是断闭 在这边是做什么的 你知不知道 他们说是做生意 但是 这租房子是一个月最多就是 那两三天 这平时不得 这住 房东说 断闭是从半年前开始租这间屋子的 屋子里没有人住 平时只是用来存放货物 可这货物究竟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传出 四鼻又带有香味的味道呢 房东说 他也不清楚 侦察员决定打开房门 以看究竟 小白一打开 当时的下午 发现大量的 这个 毒品含有因 我们当时 这个只是作为一个 案件线索来 基因的时候 根本没有想到 这间屋里面 会藏你有这么大量的 这个 毒品含有因 将近有40多更近 美丽的女子 贪婪的 面纱何时接起 时尚的穿着 鬼秘的赋约 它设下的是个什么局 越过边境线的女人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到了这个时候 谜底终于揭开了 断臂 这个看上去美丽柔弱的缅甸女子 原来在干着贩毒的勾当 他们是把毒品分批的偷运进中国 囤积在这里 然后等待时机再出手 但是在出租屋内的毒品 被警方查获之后 断臂 麻云和那辆神秘的面包车 就销声匿迹 不再入境了 显然毒贩察觉到了什么 事后证明 警方与毒贩之间的较量 才刚刚开始 中国锐利与缅甸山水相连 从这里出境 一路南下 几十公里外 就是很多人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金三角了 金三角的毒品北上 进入我国 首先要进过这里 特殊的地理位置 让锐利成为我国进度战役的最前线 在这里 警察和毒贩吸毒者的较量 每天都在进行 进去 进去 这是什么 白粉 这个是一种鸦片的鸦片架 它是用鸦片架成一些植物丝熬制而成的一种鸦片 在这边它是一般都使用的轻微酥酥小瓶子来包装的 今年四月在一次清剿吸毒者的行动中 警方抓获了这个正在吸毒的人名叫赞明 事后证明赞明和警方严密监控的那个缅甸女人断壁之间 有了千丝万缕的命运纠葛 赞明今年三十岁却已经有了十年的吸毒室 眼前的他受得脱了形 胳膊上满是注射毒品后留下的针眼 他说他恨毒贩更恨自己的无知 二十岁那年赞明去城里找朋友玩 第一次吸了毒 他并不知道毒品会上瘾 我也是跟他们天天去看他们吸着 我在旁边看到他们吸 看起来我们心里就像他们吸着中 所以我心里面好舒服 所以我就吸了两口 你是因为好奇吸了两口 赞明说第一次吸毒后 他出现了幻觉 感觉树在跳舞 但是幻觉很快就消失了 现实的情况是那一天那一次的尝试成了他一生的梦魇 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离不开毒品了 每天你要吸 那如果不吸会有什么感受 感觉就是忽冷忽热了 就是浑身就是没有力气 连路都恐怕都走不得 赞明说这已经是他第五次因为吸毒被警方抓获了 而这一次赞明向警察说到的信息似乎与断臂有关 赞明说他吸食的毒品是从一栋别墅买来的 卖家是一个叫鲁钢的人 一年前他在去鲁钢的别墅里买毒品时 曾经见过一个皮静白皙长相清秀的缅甸女人 这女人一来鲁钢就会匆匆的把屋里的人打发走 看上去很反常 警察把断臂的照片拿给赞明看 赞明说时隔一年 他也记不清那个缅甸女人的长相了 只是觉得和断臂很像 其实早在一年前出租屋里的毒品被查获之后 这台员就猜想 那么大量的毒品入境 必然有人在瑞丽被断臂所接应 难道这接应的人就是鲁钢吗 警方认为鲁钢是一条必须经营的线索 就在警方严密监控鲁钢的同时 今年4月20日断臂突然从合法口岸置身入境 时间过去了一年 断臂在穿着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次入境他要做什么呢 让侦察员兴奋不已的是 断臂进入的这辆银色轿车 正是鲁钢的车 随后断臂又上了三轮车 去向是返回出境口岸的方向 此时把案子经营了一年的侦察员们 恨不得立即冲上去把断臂抓获 但是思量再三 专案组决定再不动手 因为断臂选择从合法口岸出入境 他必然没有携带毒品 如果这个时候受网 也会因为没有证据而无法制裁他 所以专案组当时这样考虑 任其他自由的活动 等到人章拒获了之后 决定实施造 断臂从口岸出境 到了缅甸 而与断臂接头的鲁钢 则回到了家中 至此警方可以确定 鲁钢就是断臂在锐利境内的一个分销商 那么断臂和鲁钢的这次碰面 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一段时期 没有毒品进来之后 中国的购买毒品的成员 也会催促他们 还以把尽快的将毒品走出入境 这一天的到来 警方并没有等太久 仅仅过了五天 消失了一年的面包车又在瑞宁江上出现了 指探员分析 他们开的面包车入境应该是为了运毒 那么这次他们要把毒品放在哪呢 一路跟踪 面包车开进了一片出租房 和此前一样 半小时后 面包车开出了 有了一年的经验 警方认为 他们一定是把毒品放在了其中的某一间出租屋里 这是一片复杂的居民区 毒品会藏在哪一间呢 通过命令摩排 警方最终锁定了六号仓库 如果毒品在这儿 毒贩就一定会再回来 警方立即部署了两路人马 在六号仓库附近秘密堆售 第一竹呢 你们现在盲眼镜 就在这个屋顶上 第二竹 在十五号这个地方 一张大网已经张开 等待着大鱼如同罗网 面包车如期而至 那女人又到眼前 对话吸毒人 无法自拔的人生 曾经有过的挣扎 越过边境线的女人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果然第四天下午两点 面包车出现在了六号仓库门前 车上接下来一个女人 从眼处我们观察呢 就是我们前期 盯的目标端壁出去 当时我们很兴奋 感觉很紧张 而且很级绝 一上车就东断西外 看有没有能力 确认安全之后 端壁招呼同伙下了车 首先是观察 如果旁边有人经过 他们又把这个车门关上 戴上 人离开以后 他们就把那个车门又打开 然后呢 过了十多分左右 他们几个人呢 才从车内 把大象大象的 这个大毛的物品 放到那个厨房里 我们分析他们 发明的物品 可能就是 我们掌握了 他们要走势入境的 足备排队力 我们从这个时机呢 特别成熟 人状巨猴 决定站二组 决定站 请收莽 金刚果断出击 三个美变人被当场制服 除了断壁 另外两个人 分别叫马云和马广 在他们身边 就是一箱一箱的海洛伊 清点之后 一共有120公斤 断壁三人落网后 就断壁拼 被落网时射车 好特 好特 决定站 这就是断壁 被警方抓获后 他明显瞧碎了许多 断壁说 他的家在缅甸东部 那里靠近金三角 种植婴素 提炼毒品都相对容易 之前 他和丈夫都是在家务农 和大多数生活在那里的人一样 极端贫困 为了摆脱贫困 他才决定铤而走险 帮人运毒 而他的上限 则是金三角地区 一些大的毒销 断壁说 一开始 他只是在缅甸国内 进行贩毒 生活渐渐富裕了 为了攫取更大的利润 他在一年之前 开始把毒品运进中国 没想到很快 就被中国的边防武警盯上了 这个贩的团伙 以这个断壁为中心 然后毒品只要是由 断壁在缅甸 组织货源 推移边际一旦 然后等待时机 保毒品 走私日记到中国 瑞利 断壁说 每次毒品入境 都是由他和马云或者马广 用面包车 偷渡到瑞利 然后囤积在出租屋里 每隔一段时间 瑞利境内的分销商鲁钢 会前来提货 至此 这个以断壁为首的活动在边境线上的贩毒团伙 被警方剿灭了 一条完整的贩毒链条也被斩断 这个链条的最下游 就是像赞民这样的吸毒者 而当赞民一家人得知 由于赞民的举报 警方缴获了120公斤的毒品的时候 他们的感受是复杂的 赞民说他恨那些贩毒的人 如果不是毒贩的诱惑 年轻的他不可能接受到毒品 最开始他尝试过摆脱毒品 他的父母也曾经努力过 赞民的母亲说 为了让儿子戒毒 他们曾把儿子绑起来 关在家里 两天之后赞民哭着 跪在父母面前发誓 再也不惜了 父母相信了儿子 就再也不绑他了 谁知没过几天 在民进用戏上了 后来嘛 进步不大以后嘛 又会发现 有抓痕 抓痕 明年抓了两次 三次 结果第三次 第四次 就拿喝到酒 喝两次 那啥去 回来嘛 回来三天就别了 有事又 送饮料 有什么 回来不已经戒掉了吗 戒掉有三天啊 三天他又喝 吃又是 送饮料 没办法 这一次 跪到在地的是 赞民的母亲 他哭着哀求自己的儿子 别再息了 母亲的下跪 出动了赞民的心 那一次 他真的下定了决心 还把自己 关在了家里 信誓旦旦的决心 终究敌不过心里的毒魔 那次戒毒失败后 赞民就搬进了 这间小黑屋里 自己住了 我去留一把 都能不能够那么快 这样 我怕他们 接着 会受不了 因为我是大人 这实话就像是 人一样的白 能够面 赞民说 他无法面对父母 也不忍心再让父母看见 在赞民家的院子里 堆着很多废弃的砖瓦 他的父母说 十年前 他们准备 为儿子盖婚房时 打下的地基 还能看得见 如果没有这些老照片 很难想象 赞民 曾经是个英俊的少年 在和记者 面对面了一个小时里 赞民唯一一次 露出笑容 是在谈起自己 二十岁的梦想 当时 赞民原本打算去当兵的 但染上了毒以后 只剪小黑屋 就成了他所有的世界 如今 在大了一半的地基上 已经长满了野草 十年了 父母一次次的努力 一次次的失望 最终都变成了绝望 就胡同地变 慌悟地 现在就已经忙碌了 现在眼泪都流出来了 眼泪都流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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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朝夕一天 没有想起他朝夕一天 朝夕一天 我们就好多一点 就是 难死嘛 就是难过了 我爸妈妈妈妈 那是 嘴上的 嘴上说 心里 不像那么说的 那样 其实对我 最后可是我爸妈 你有看到过什么 被你流泪 为你哭吗 流泪 现在心里对大妈 是有什么样的反省 是 是医生的费拒 医生的费拒 在瑞丽 像赞民的母亲一样 因为毒品而绝望的母亲 不止一个 这位母亲 她的家距离赞民家 只有两公里 毒品让她的丈夫 三十六岁就丧了命 两个儿子 后来也吸上了 把家里的东西 全卖光了 就是这个丈夫 老大 或是老人 用毒品站就 像这种压迫厌 这位母亲 他们家曾经是村子里 最富裕 最先盖起小楼的人家 后来她的四个儿子 全部染上了毒瘾 大 回去 大 掉去 会 两个儿子被毒品 夺去了性命 这个母亲 她的丈夫去世后 两个儿子都吸上了海洛因 十年前 为了抢夺 儿子手里的毒品 她被儿子从山上 堆了下来 在瑞丽的一些村寨 最严重的时候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景 常常能够看见 毒品带来的危害 显而易见 真的 眼里毒品 不要去再碰它了 你去染上这个毒品 一直都是愧疚 对家里的愧疚 对爸妈的愧疚 现在断壁一伙人 已经被警方拘留 虽然他们是缅甸人 但是根据我国的法律 他们一样要在中国境内 接受审判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 认识到了毒品的危害 也参与到了跟毒品 做斗争的大大小小的战役当中 真爱生命远离毒品 是我们都熟悉的一句话 今天我们看到了像赞民一样的人 他们的生活因为毒品 而酿成诸多的悲剧 也许我们对那句话的理解 就更加真切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许说法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中央电视